這個做完之後,打勾表示是10分 也就是實際上用設定格式條件 新增的規則就OK了 再來的話還有哪些要算出來 再來就是這兩個 這兩欄 居然答對的 這個什麼呢 答對的題數有幾題 是不是有答對的 那你會發現 當然現在不是說叫你用人工的方式去算 比如說你看打勾的一個兩個 那你總不可能說這邊輸入2 然後這邊有幾個,這邊有兩個 有沒有 這邊幾個 一個 分數這樣算不OK吧 所以我們如果不用人工的方式 我要想要知道 到底它裡面答對的 總共有幾題的話 那這點要怎麼做 對不對 接下來如果我想知道這個範圍之內 如果是答對的話 那表示說它裡面是10分 只是說現在變打勾啦 實際上它裡面是放10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游標一樣放在 這個答對題數的下方這個儲存 按插入函數 然後利用哪個函數 特別注意這邊可以用到一個還蠻好用的 叫統計的函數 這個函數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很常用 當然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一樣可以做出來 只是說呢 你可能 就是土法令剛好 就是沒辦法比人家早下班就對了 慢慢來嘛 OK 沒有效率而已 再來的話呢 就是用那個康義符部分 這還蠻好用的 像我在 統計你們有沒有簽到的話 其實我會用到康義符 因為我總不可能說一個一個看 到底誰有來誰沒來 實際上我用康義符 馬上可以算出來 你有沒有簽到 有簽到的 那表示你是1啦 沒有的話就0 我就算完了 康義符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 用到的機率 機會還蠻高的 那我們怎麼樣做 這個函數按確定 第一個 插入統計類裡面 Counting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Range 你的範圍在哪 範圍在這裡 幫我找一下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如果 是10分的 幫我算一下 你會發現 這邊幫你算完了 有沒有 底下就告訴你 2 表示說 這個範圍裡面我幫你找出來了 總共呢 10分的就答對的 有兩個 那馬上就算完了 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 等一下會遇到一個問題 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就不用鎖了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後面的4 底下要變成5 變成6 所以底下這個 這個4你不要沒事 就把它加個錢 加錢反而錯了 全部都變 全部都變成兩個 只有兩個 那因為 按確定之後 不用鎖 我記得上下點兩下 全部算完了 因為它底下 H4 那邊H5 H6 底下就OK了 全部算完了 那它的成績是多少 成績呢 有沒有算錯的 應該沒有吧 應該都對啦 零分嘛 因為它完全沒有 沒有打勾的嘛 OK 應該都對啦 OK 而且 如果你這個公式 會用的話 我反而比較相信用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有時候反而用人工來做會錯 但是這個絕對不會錯 因為是電腦 這個計算出來的 那成績的話應該是多少分 成績的話應該是等於多少 等於 它答對的分數 乘上多少 乘上一提10分嘛 對乘以10嘛 但是呢 乘以多少的話 其實上面就有了 所以就點這邊就可以了 乘以 F1 然後把這個成績帶過來 但是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F1的前面請你加一個什麼 錢的符號就可以了 乘以10就很快 乘以10喔 可是如果你是考試的話 如果你是考試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真的要考試 它會有一個要求 你一定要照它要求才有分 你不能 給它打個10喔 那就沒有分數喔 OK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要打個勾 向下填滿 好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成績就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像你們的期末成績 其實也是這樣算出來的 一定要用Essale 如果你不會用Essale的話 就真的 那算 一定是算半天還算不完的 而且像你們人數眾多 像這個班 你會發現這個 Ctrl向下 你會發現它總共有297個學生 如果像這麼大的班級 老師在算成績 如果不會用Essale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把成績公佈 對 所以如果會 用Essale的話 算成績是很愉快的經驗 但如果你不會用Essale 算成績是非常痛苦的 OK 所以要懂得用方法 好那最後的話當然 算完之後它還沒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希望說 到底誰的分數高 誰的分數低 請你用什麼 用那個數字這樣看 雖然也是蠻清楚 但是最好是怎麼樣 可以幫我用什麼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設定格式條件有一個叫什麼 資料橫條 這個橫條 它裡面有要我們做這個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裡面 它這個地方是希望 這個做出我剛剛做的 實際上就是 第三題 這個地方 用Counting 然後算完之後的話 它希望呢 再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 資料橫條裡面的 藍色 資料橫條 也就是誰的分數 誰的答對的 應該是這個 答對答錯這個 它要把它改成資料橫條 所以 這個地方 Ctrl 去個向下 G4到 G300這個範圍 應該這個吧 然後呢 把它設定格式化條件 裡面有個資料橫條 它要我們把它改成藍色的這個 藍色應該是這個吧 對 藍色的資料橫條 有沒有辦法點一下 特別主要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點一下這個 資料橫條 那你會馬上一目了然的 那這個也算是 所謂的那個什麼呢 視覺化的那個 把那個 數值 視覺化 這樣的話其實 會比較好 多的少的 馬上一目了然 有時候你看數字 雖然也清楚啦 可是其實 再怎麼清楚 再怎麼直覺 還是沒有圖來的 感覺比較直覺一些 OK 那再來的話就算這個 算成績 算完之後的話呢 這個 這個完成了 這個也完成了 這個就算成績 最後的話呢 就是設定格式 它是說什麼 要把它 設定框線 也就是所有框線 A2到 AA300 它要設定 感染率 然後輻射5這個 最細 實現 這個選項 所以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選擇 A2 A2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 整個選起來 我剛剛講過 Ctrl Shift向右 到了 這好像沒辦法 一直往右 然後Ctrl向下 這樣好像不好選 幹脆 點AA2 然後 拉到最下面 按Shift鍵 這個好像比較快 到AA300這裡 點一下 先按下Shift鍵 再點一下滑鼠左鍵 這個範圍把它選起來 接下來的話 框線部分 就點剛剛講過的其他框線 然後它要做什麼 第一個 最細的實現就選這個 色彩的部分 就橄欖綠 應該是這個吧 橄欖綠 這個 輻射 5這個 1 2 3的話 是外框 外線跟內線都一樣 所以先點一下外線 再點一下內線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是選A2 然後按Shift鍵 點最下面那個 然後再按這個 框線 1 2 3 4就完成了 OK 按確定 我們就完成框線的繪製 再來的話 最後還有什麼呢 再來還有一個動作 它要我們怎麼樣呢 標題 提供儲存格 它說 它的內框線 設定為白色 然後最細實現 所以 它希望 把A2到A3 的內框線 改一下 改成白色 最細實現 所以 這個地方 A2 然後 A3 按Shift鍵 這個就標題部分 然後它要改變它的那個框線 所以框線 其他框線 它要改成什麼呢 它說最細實現是這個 然後顏色的話是白色 白色是這個 白色背景1 我看一下是不是 白色背景1 對白色背景1 然後呢 把它再 改它的框線 這個範圍 只有內框線 特別注意 要看仔細 內框線所以點一下內線就好 外線不要改 點一下內線 OK 按確定 裡面這個線就變白色 好 這一題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最後做完的話 就長得像這樣 OK 把它最後一樣 另存新檔 把它存成106A 這一題呢 就大功告成 OK 畫面先往給各位一下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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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